問的是你李松廷如果沒有干政 你為什麼要拿企劃書給錢康明 而且上面還有縣市政府的LOGO 他這個他到今天都沒有解釋 不是聊天會聊到錢康明 然後這個出來再反咬你一口 聊天會聊到他氣噗噗 聊天會聊到這個爆料 不斷的爆料 我是覺得這個不要再講這些話 這些實在是騙三歲小孩 我認為現在高庵安 還是沒有很積極的去面對 我剛剛所講的事情 我認為這個各局處首長 所有只要被接觸過的案子 通通都要羅列出來 這個部分他如果說他接受過 正風處的調查 那請問正風處的調查報告在哪裡 那如果說你說正風處的報告 不能公開 那不能公開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要講清楚 你想說這個因為跟這個錢康明 跟這個Jack聊聊天 然後就搞到兩個不歡而散 我坦白講 這兩個又不是因為什麼感情問題 這個有什麼聊天可以聊到這種不歡而散的 還是說這個有什麼 有什麼其他的這個利益上的這個書 送借錢 或是救火 或是什麼有的沒的 有利益糾葛 人家錢康明跟你也沒有這些 私人的這些利益 或者借貸往來啊 所以怎麼可能會聊天 聊到氣味 然後說我被辭職 我被羞辱 然後忍入附送 這個我要送回去市長市 所以真的不要再騙三歲小孩 這個部分我想恐怕 因為這個簽字號是錢 這是公家的資源 這裡面簽字號是貪毒罪 所以我覺得高雄安對這個事情 真的不能夠迴避 好 吳子嘉本來預告說 高雄安已經準備好反擊了 反擊的方法居然是道歉了事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是暫時畫下一個據點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高雄安市長 他最重要的部分是說 他到底李中庭在市府扮演什麼角色 他到現在沒有講清楚 不管他像剛剛聲明是說 以後要經過我的報備才可以找他 為什麼要找他 他有什麼事情非他不可 所以我覺得民眾應該很疑惑是 為什麼有這個人的存在 這個人在市府的角色是什麼 因為他只是一個他的男朋友 那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問過他 除非他例如說他很會辦活動 你要求說你要辦這個跨年活動 你去請教他 這或許還講得過去 如果按照他過去的經歷 他好像也沒有特別辦活動的經歷 那為什麼要請教他辦活動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到底李中庭在市府的一個角色到底是什麼 那看起來似乎就是他男朋友而已嘛 那為什麼他男朋友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跟各局處有這樣的一個互動 而且是直接的互動 所以我也覺得說 剛剛不管是我們很多的 這個在座的人提出來的 或者是剛剛幾個人發臉書提到 就是說為什麼要報備 其實一樣 你就是要求你的男朋友 不要再踏進這個新竹市政府 或者是說也請你男朋友 針對相關的事情都不要再過問 或者說再插手 我覺得這才是民眾他想要知道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沒有特別的角色 所以剛剛大家已經幫他封來 你可以當副市長 可以當機要 或許都還可以民政言順 而且接受議會的監督 所以我想 不管是柯文哲提的說 甘政的那個界線 對甘政的界線是很模糊的 沒有法律的界線嘛 但是他的道德界線標準更高 大家是觀感不好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觀感不好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高安市長 他未來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該怎麼樣把這個問題 把它切清楚 講明牌 包含他這些 跟他有周邊裙帶的 這些建商也好什麼 你把權力義務關係講清楚 你不是說不能有這個朋友 可以有這個朋友 但是我跟他沒有業務的往來 我覺得講清楚說明牌 民眾都是可以接受 好我想請教政浩 所以現在是報備之後 還是市長同意就可以見李宗廷 那保時捷要不要處理 回建築要不要處理 他不是 我覺得這第一件事情 因為他後來就發現 報備這個詞用的不好 他又更正對不對 就是說原則上不行 對不對 什麼叫原則上不行 那例外咧 是不是想升官的時候 就可以見李宗廷 有個報備單跟李宗廷 報備最多的表示最聽話 升這個人 是不是這樣 他到底在幹嘛啦 你不用這麼多廢話 禁止李宗廷以任何形勢 接觸市府官員 就那麼簡單啊 你再跟任何一個市府官員 見面回家跪宣盤 這樣就夠了嘛 那保時捷 他說他已經跟正風處講 他有匯款紀錄 就算了嗎 保時捷 回建築就是男朋友的 跟他也沒有關係 就過去了嗎 保時捷跟回建築 我覺得現在這兩件事 是因為我們現在談很多 有的沒有的必案 有些是觀感 可是保時捷跟回建築 是現在最有對價關係的 因為新竹市包含楊藝源的 已經去按鈴了 對不對 新竹地檢分案了嘛 所以這些事情你往下查 我坦白講就已經是非常 尤其是豪宅 是鐵真正的對價 鐵真正的不當接受 匯證 我們已經講太多了嘛 就是五萬 然後住十五萬 反正已經講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是想要止血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事情 沒有辦法止血的部分是 保時捷跟豪宅 已經進入到檢察官這邊 另外新的故事支線是萬聖傑 保時捷玩有萬聖傑 對不對 萬聖傑現在爆料嘛 這個李奧行銷公司 承接萬聖傑的李奧行銷公司 背後有四個建商嘛 四個建商跟李奧 三個建商跟李奧 在同個登記地址嘛 而且這個建商負責人 新竹在地人說 跟宣明治關係很好嘛 這怎麼解釋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這東西 我認為啦 他真的是破了台灣自治史上 所有政治人物的紀錄 他當政治人物沒有很久 沒有界限 三年多而已 三年多你要搞這麼多的案子 不容易 要很有天分才行 你稍微有一點點道德感 你都不會搞成這樣 他要很有天分 才可以讓我們從去年講到今年 然後天天講東西不一樣 每次講收視率都竄新高 所以我覺得啦 高宏安現在他就投票嘛 先被罷免還先坐牢嘛 投票 投票啊 投票表決了 我們下面留言啊 不可能連任了嘛 剛剛還有人講說連任會很辛苦 你講了嗎 我講了 連任會很辛苦 怎麼可能連任 正能量 我說不可能連任了啦 不可能連任嘛 好 針對建商這個部分 現在傳出很多說法 想請教一下楊議員啦 首先是這個里奧整合公司跟建商有關 地址跟建商一樣 沒有拿過標案的 但是來了新竹市之後 就是這個高宏安來到新竹市之後 拿了兩個標案 那麼他對高宏安確實也不錯 因為你們已經發現說 他10月6號是有捐 政治現金給高宏安的 還有零錢 然後說這叫做房租 我也不明白房租怎麼會有2200 2323塊 但是這個投資報索就顯然蠻高的 因為拿到了290萬高宏安 給他的一個標案了 高宏安口口聲說 他是沒有接受建商潰政的 但是剛剛這個整件事情 進入檢方的一個調查 到底是建商是怎麼回事 現在甚至有人說 建商餓好多年了 所以現在好好的對高宏安 所以有一些大型的案子可以轉彎 這件事情查的部分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李曾玉銘呢 他就是這個所謂李奧 李奧整合行銷的負責人 那就是這一次呢 得標這個 這個曾玉銘 他就是這一次得標 這個萬聖節的這個廠商 那這言喻期是誰呢 這言喻期就是之前的民政處長 那其實曾玉銘 他們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當代建築一個建設公司 那你堂堂是高宏安市長的 一個局處首長 他可以在這邊直接留言 跟這個建商說 我要買10戶 那這表示什麼 我一直以為這個建商 高宏安跟建商的距離啊 我一直以為是情境一 就是可能這些建商 他為了要巴結 討好這個高宏安市長 那可以有一些 讓後面的案子比較順利 所以來巴吉利巴結他 給他們車子 給他們房子 那甚至也提供他人 但是呢 我覺得看了一下這個後面的劇情發展 我覺得比較像是這個 情境二的發展 是不是他的高宏安本人 他自己的性格 跟他的這些的市政幕僚的團隊 是這樣子大辣辣 這樣子赤裸的 明示暗示的這些建商友人 那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他們想要的東西 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 現在看起來的一個情境發展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上梁不振下梁歪 這真的是帶進給 這個市府的一個陋襲 那現在新竹市 真的很像是那個高潭市 整個市政都是無焉瘴氣的 讓我也看得非常的難過 所以你說情境二的狀況是 高宏安市長有可能 或是說他的市府的 這些核心幕僚 他有可能明示暗示 給這些建商友人 你這個車子看起來不錯 舒適 那這有比較聰明的 這些生意人 他們可能就有聽懂 那也許就 那我這邊剛好有一部車 就提供你坐 或者是說 這個房子 你這個房子蓋起來不錯 我要買10戶 對 這是紅單吧 你給我辦法真的買10戶 但是我覺得 他們都忘記 他們自己是公務員的身份 你還是要謹守奮祭 利益迴避的